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每三年一次免费的review 那这个呢是很多律所 它是没有包括这项服务的 那我们为什么会提供这项服务呢 主要是因为我多年的工作经验发现呢 我们想给大家做的这个规划呢 希望你们到时候用的时候还可以用上 所以呢每三年做一个免费的review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有时候法律会有变更 或者是您的家庭情况有变更 那您这个规划这个五年前做了之后呢 可能放在这个角落里面从来都没有看过 那如果到时候真的拍上用场的时候拿出来 发现这个规划呢已经这个过时了 out of date 那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呢咱们的每一个package里面呢 都会包括每三年的一次免费的review 其实呢这个就已经非常划算了 因为每一个律所呢 它在做免费review的时候呢 还会再收一次费用 那咱们这个都是包括在里面的 所以比如说您现在30岁或者40岁来做这样的一个资产规划 那这个以后后续还有这么多年 每三年有一个免费的review 那其实这个非常划算 而且呢您越早做这样的规划呢 您最终的受益也会越多 三点 春天谷律师事务所可以做全美50多州的遗产规划和资产传承 那具体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第一步design的这一部分啊 是由张律师啊 我本人来给您做资产规划的一个设计 然后第二部分呢 我们会把您的规划发给您所在州的当地的这个 有经验的遗产规划律师来进行一次二次的review 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规划是由至少两位以上的啊有经验的律师来进行把关和核实 最终呢我们订稿了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规划发给您进行这个最终的review 如果没有任何修改的地方呢 我们会把所有的资料打印出来 然后邮寄给您 如果您在外州的话啊 来邮寄给您 您可以作为签字 每一个州呢 我们有固定的地方可以去指定您到固定的地方去做这个签字和notary 第四点 我们会保证您的规划在一到三周之内完成 这样的话呢 您会有一个明确的timeline 我们不拖案子 只要您所有的信息都跟我们确认了之后呢 我们会保证在三周之内啊 可以做完您的规划来发给您review 第五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律师事务所呢 不倡导大家去做这个cookie cutter plan 什么叫cookie cutter plan呢 就是一个模板子出来的这个规划 就是每一个人的规划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拿过来改一下名字或地址 那咱们律所呢不做这样的规划 因为呢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个规划到时候做了之后呢 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您再来找到我们 所以呢 咱们一般做的是一个定制性的规划 那定制的规划并不代表说这个规划非常非常复杂 定制性的规划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您是需要一种比较简单的规划 那我们会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规划 但是如果您呢是需要一种这个家庭情况 您的家庭情况可能比较复杂 或者您的资产的配置啊 比较多样化 那我们需要给您啊 按照您的这个家庭情况 还有您的这个资产配置 会给您做一个定制的规划 因为只有定制的规划才是有效的 第六点 不管您选择的是哪一种规划 我们都会帮您做一个 Family Inventory List 资产清单 那这个资产清单里面会列出您所有的资产 例如您有几个银行账号 可能我父母都不知道 我在美国有几个银行账号 您有几套房产 可能您的孩子都不知道 您有几套投资房 具体的地址在哪里 你的这个Life Insurance 你的受益人可能是孩子 那这个Life Insurance 您是在哪里买的 Life Insurance的policy是什么 我们会帮您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资产清单 我敢保证这个资产清单 所有的家庭都没有做过 所以这也是一次机会 我们会帮您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资产清单 会把所有的资产都列在里面 然后以后每年 你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update 这样就可以了 第七点 也是一个特色 那我们所有的package里面 都会包括这么一个特殊的文件 叫Child Lifetime Planning 儿童保护计划 那这个不是每个律所都做的 大部分的律所 它都不会去offer做这个儿童保护计划 那儿童保护计划 我们会加在所有的package里面 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文件 它的主要的用途 是用于提前规划孩子的监护人 就是说如果父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孩子由谁来照顾 谁可以去这个医院 或者是谁可以去学校来接送孩子 那很多人说这个named guardian 那遗嘱不就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吗 但是呢如果您只有遗嘱 而没有儿童保护计划的话呢 其实是不是非常完善的 那么因为遗嘱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 非常只有这么几页纸的一个法律文件 那儿童保护计划呢 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规划 它里面会涉及到很多 比如说这个backup candidate 或者是这个我的第一个顺位的这个监护人 如果不能胜任这个职位的话呢 那我第二个人在哪里 第三个人在哪里 同时呢还会有非常详细的 关于孩子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家庭医生是谁呀 孩子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啊 孩子有没有一些这个过敏史啊 非常多的细节 所以儿童保护计划呢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 为孩子来做的这么一个规划 第八点 我们会为每一个父母 精心准备一个family emergency ID卡 那这个ID卡呢就长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卡上会写啊 这个父母某某某啊 有几个孩子啊 这两个孩子都是微成年人 如果我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呢 青八五的孩子带到谁家 那这个人就是孩子监护人 然后同时在这个卡的后面呢 也会写上我的遗产规划律师 然后遗产规划律师的联系方式 所以这样的话呢 如果您出现意外的话 警察找到这个卡 会在你的这个身份证 和你的这个卡包里面 会找到这个卡 他就会知道 会把您的孩子送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也会联系到你的这个遗产规划律师 我想强调的一点呢 就是以上这几点 只有我们律师事务所 现在是offer的 在美的其他的中文的 遗产规划律师事务所 是不包括以上这些服务的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希望大家可以联系我们 也希望呢 您可以尽早做出决定 为您的家庭和为您的这个孩子 和为您所爱的人 提早做一套规划 万一发生任何的意外的话呢 那咱们的家庭有一个保障 有一个提早做好的一个规划 不至于手忙脚乱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